2017年11月9号百格为你省里各报评论 首先是来自中国报的评论 题为治水哪有方 水灾的发生 中国报甄子月专栏作者甄子权就直言 在大马治水和治安一样永远治不好 做的说雪龙和南马都发生过大水灾 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打包票治水有方 而明天谁倒霉不过就是循环罢了 就看谁先谁后向经济起落的定期循环 作者也感叹到 在大马无论中央或地方 大家都向前和选票看 财团更是选举现金主要的来源之一 土地开发的思维 如此一来谁会真正的放在人的身上呢 作者也说 跟大马的政客谈人本主义 天然资源的永续经营 他会记一下的 之后就当成演讲稿内容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你真要找一个以人为本的领导人 难度如同要找一个诚实的小偷 这真的是见鬼了 第二则的评论是来自新州日报 题为一切等救了人再说 一场暴风雨 让整个槟城在一溪之间变成水城 而在老百姓面对危难之时 国内众多意见者放下正线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行州日报总编时间 副执行总编辑曾玉林就说 这完全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句话 至于网络上的添乱者 作者就奉劝道 纵使无法计位也不要造成变坏 抢救人于危难为先 其他的过后再谈 另外作者也说 震灾活动的主力并非只是筹款 需要历史出力很重要 需要钱时筹款很重要 避免让震灾成为恋财 另有追星或作秀活动 这才是文明社会应当出现的情景